从此之后 约翰开始变得神神道道 在教室上课的时候 只要看到楼下有一场的车辆 他就会神情紧张地离开教室 大晚上的也不让妻子开灯 生怕被苏联的间谍突然偷袭 还非要为了妻子的安全 把他送回娘家去 爱丽西亚不知道约翰怎么了 每当看到他谢斯蒂里的样子 他的心就像针扎一样的疼痛 爱丽西亚再也无法忍受约翰这般模样 于是拨出了一通电话 此日一场数学研讨会上 约翰正在讲台上讲话 几个黑衣人突然走进了会场 约翰把他们当成了苏联间谍 不顾台下的观众 他打开侧门夺门而出 很快他还是被一群人包围了起来 罗森走上前说 他是一名精神病专家 希望约翰能够配合一下 约翰根本不相信他的话 上前哭吃一拳就放倒了罗森 但很快他还是被众人控制住了 随着一针镇定剂打入体内 约翰很快便失去了意识